世界第一组击手 战场上应用杀敌255名世界之最 说起狙击手大家脑海中 一定能够想起电视剧 或者电影中那些狙击手瞄准 并且能够一枪致命的桥段 可以说是快、准、狠 而在现实中也是有狙击手存在的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是 就是美国第一狙击手克里斯凯尔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有一支特种部队在全世界都特别有名 叫海豹突击队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尤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海豹突击队更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其中就包括一位非常出名的狙击手 克里斯凯尔 他就是当时带领海豹突击队的队长 在当时的伊拉克战争中 克里斯凯尔凭借自己精准的枪法 一共击毙了225名敌军 他能狙击的最远的距离是1920米 称为是美国第一狙击手 他同时也是美军历史上 狙杀人数最多的狙击手 并且一直都是该记录的保持者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 克里斯凯尔也选择了退役 离开了海豹突击队 但是克里斯凯尔对狙击手的热情依旧不减 退役之后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狙击手俱乐部 还出版了自己的自传 美国第一狙击手 并且受到大家的追捧 克里斯凯尔的邻居也是一名退役的战士 但是在战场上受到了心理创伤 克里斯凯尔平常没事的时候 也会去帮助邻居 但是没想到 在一次与邻居交谈的过程中 突然被对方掏出枪 进行连续扫射 将其打成马蜂窝 万万没想到 一个战场上的英雄 却死在了自己战友的手上 播报完毕 再见